其實我也有在注意 就像主持人所提到 就是說我們每天都很關心疫情 那我們現在目前因為台灣目前 因為現在就是自從有Omicron的Variant之後 其實各國到底是要用戰或核 哪一種政策到底是我繼續想 清零或共存 對清零或共存 台灣目前應該還是停留在清零 這樣的一個概念裡面 所以實際上邊境的管制還是 雖然有修正式的管理 好像Focus放在是在東南亞的部分 東北亞基本上反而並不是目前的第一重點 那有關於中國的部分 基本上好像也沒有像之前 把它放在第一的重點 昨天我們在輔大 因為這個很多的來台灣的 在過年期間未必能夠回去 所以特別辦了一個忘年會 學生很多學生 其實也有北京的 也有北京的 其實感覺上就是 如果一些的訊息真的是公開透明的話 中國在疫情上 尤其是在病例術上面 感覺上是在控制之下 不過就像剛剛主持人說的 就是說如果天津 比方說五個案例裡面有三個是 Delta 而不是Omicron 這跟世界的趨勢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就換句話說 對我們來說 Delta已經上一代的事情 它應該已經被消滅掉 結果你現在還有這個 雖然個案數很少 但是60% 如果用比例數來算 它60%是Delta 比如說會不會在大陸的各個地方 其實在上一代 其實它還沒有被滅絕掉 就換句話說還有一些隱藏的東西 未必是故意的 但是可能會有一些黑素 這個是需要考慮的 那以冬奧的觀點來看 如果純就疫情來說的話 有幾個不利因素了 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無論是以前流感 或者是這次的這個新冠病毒 大家都會認為說 一旦天氣變得比較寒冷的時候 基本上是比較不利的 因為它比較容易傳播 相對於去年在東京奧運的時候 那它反而是在夏天的時候 所以其實這樣子來說 天候的因素是相對比較不利 那另外就是說 有關於在中國這邊 就是有關於大家 對於疫情方面 過去認為中國的訊息 或許不是那麼公開透明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很多的部分 他們其實有一些政治上的做法 去處理一些事情 可能會影響到專業 那這幾個因素之外 其實由於這一波 已經是Omicron的世代了 所以換句話說 Omicron大概 大家也都非常熟悉了 就是說它其實基本上就是 朝著流感化的方向在進行 雖然還沒有到流感化 比方說 以歐美國家來說 如果是流感的話 65歲以上的 如果它的死亡率 大概是住院的死亡率 大概每10萬人裡面 大概是百分之二十幾 二十二 二十幾左右 那Omicron現在目前在英國 最近統計大概百分之三十五 有到百分之四十 但是遠比之前的 新冠肺炎的這個重症 以及死亡的比例 要降低非常多 所以呢 這一旦流感化 而且現在已經進入到 就不知不覺已經進入到 這個新冠肺炎的第三年了 所以各國其實大概都會有 這個很好的這個疫苗的政策 那尤其針對於這種大型的活動的時候 各國的選手應該會有一定的嚴謹的規範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說 在這樣的情況下 相對於去年 在這個東京奧運的時候 基本上是Delta盛行的情況來說 就疫情就病毒的本身性質來說 它其實相對是比較有利的因素 是比較好的 或許可以under control 來做這樣的一件事情 冬天之所以比較嚴重 天冷是因為病毒在天冷比較活躍 還是因為冬天大家關了門啊 什麼空氣不流通 到底什麼因素 基本上都這些因素都有涵蓋在內 基本上只要是 不管是流感或者是新冠的病毒 在冬天的時候 基本上這些病毒的 它的這種傳播力跟毒性 其實是相對的就是比較高張 那大家又在這個空調的環境裡面 然後通常大部分 尤其是在線 我在想大家自己在 平常在家也不會戴著口罩 基本上在工作環境裡面 尤其是最近 因為大家知道 Omicron基本上已經 比較朝著流感化發展 是不是在工作地點的地方 都一定是嚴守這些所謂的防疫措施 其實或許就是一個問號 那這個部分其實是有可能 但是這個事實是這樣 就是說以過去的觀察 都是寒冷的時候 冬天的時候是比較盛行的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哇 滿 realized 關於